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10月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 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 标题是如何看待令人惊讶的美国就业数据 上周五美国劳工部公布了9月份的美国新增加的就业人数 这个数据大幅度超出了预期 没有一个投行或经济学家能够预计到9月份的就业情况会这么强劲 那么通过周末两天的消化 华尔街逐步在对井喷式的9月份的就业数据在形成共识 包括今天市场的表现 它体现了投资者们在逐步消化这样一个异常劲爆的数据 那怎么看这么一个数据呢 今天各大主流财经媒体都聚焦在这个问题 彭博社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9月的劳动力市场显示经济学家们忽略了美国经济 走强的重要推动因素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犯错 你看他这一开头 他体现出来一种反思或者检讨 就为什么预期与实际相差那么大 从公开评论看 上周五美国的就业报告告诉经济学家们 对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美联储的政策方向的理解感到困惑 事实上所有的反应都集中在思考什么上 但这件事也对如何思考有重要的影响 周五的就业报告远远超出了每个月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 9月份为25万4千人 比普遍预测高出了10万人 比彭博社经济学家预期调查最高 估计高出约3万人 这一意想不到的事件 还伴随着前几个月数据向上修正 引发了更多的关注 数据发布的其他内容也是如此 失业率的共识维持在4.2不变 甚至有一些预测会增加到4.3% 结果相反 失业率下降至4.1% 事实上 小数点后第二位稍高一点 才能阻止这个引人触目的数据达到四舍五入的4.0% 所以他这个4.1还是偏高的 就统计上拔高的4.1 他甚至接近4.0 同时 本月实行成长 加速至0.4% 再次优于市场的普遍预期 从表面上看 这份紧喷的报告 有四个重要的特点 事实证明 在经济周期的后期 劳动力市场远非稳定 而且非常强劲 当中国和欧洲 这两个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大型经济地区 继续陷入困境之际 中国仍在维持起经济例外论 美联储还有另外一个充分的理由 抵制市场的压力 要求其成为一个单一使命的央行 可以表现得好像通胀已经消失一样 只专注于其双重使命中的最大的就业部分 那么第三个特点是 美联储2024-25年的降息的前瞻指引 在华尔街看来并不激进 似乎也被华尔街接受 第四个特点 他认为在非农数据发布之前 私人机构公布的职位空缺的人数非常惊人 但是那个数据呢被忽略了 所以职位空缺超预期 他支撑了这个就业人数增加超预期 那么如何面对9月份这么一个紧喷的非农数据 普莫社他报道最后提出三个判断 就怎么看怎么对待 他第一个是怎么理解 然后呢他怎么来对待 他认为第一呢是市场不能够只关注美联储 这次市场大大低估非农就业的这个数据 主要是因为忽视了财政政策的影响 所以这个他提出一个需要华尔街来调整的一个方向 第二个呢他提出如何对待9月份的这个非农数据呢 他说还是要改变人们习惯于一种思维定势 对经济的走势是一种常态分布 那么他认为这就是华尔街误判了美国经济的走势 就美国经济它的走势是建立在疫情结束 以及打击通胀 这样一个混合的状态下 因为疫情结束本来是有很多的刺激政策的 它本身会导致经济的大反弹的 那么这种情况又突然遇到通货膨胀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通货膨胀的状态下 美国经济运行的状况 就市场还是忽略了一个强大的增长动因 就从疫情恢复过程中的反弹力 所以这是他认为第二个值得华尔街吸取教训的 第三呢 他认为从9月份的飞龙数据 也可以让华尔街得到一个教训 华尔街应该更注重追踪经济运行的结果 而不是去信仰那样一些预测的数据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 当美国的数据非常好的时候 你看华尔街也好 美国财经媒体也好 他们没有去欢呼 反而呢 在给自己找茬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自律呢 坦率来讲 华尔街这种自律啊 他这种反思 他实际上体现了出来一种啊 华尔街的一种认进 或者是一种啊 资本的本性 就他得了好处 就像中国人讲 得了便宜卖乖 就他得到了这个好数据之后 他还在挑刺 挑什么刺呢 哎呀 美联储11月份降息 可能就没有50个基点了 因为经济的状态很稳定 所以没有必要降息50个基点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所以你看华尔街他总是从他的利益最大化来向政策制定者施压 或者在通俗的解释呢 就是我好了还想更好 就这个经济增长好了 有利于我的市场的上涨 但同时呢 你美联储又降息幅度又降低了 对我又不太利 那么我要进一步对美联储进行施加压力 所以你永远看不到华尔街 对政策制定者欢呼的这样一种局面 所以这与中国的市场投资者的心态 是完全不同的 你看华尔街的舆论在评价 中国的刺激政策时候 总在挑毛病 你这不够 力度不够 还要加力 要的剂量太小 那么他们真的是认为这样吗 并不是 华尔街一方面他也去投向中国市场抢购 另外一方面他认为不够 还要向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去施压 就这种市场的惯性 或者是市场的思维方式 与中国股市的氛围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标题是 哈马斯在哈以冲突一周年的当日 向特拉维夫发射了火箭弹 以色列军方表示 五枚火箭弹落在以色列中部 以色列医务人员的初步报告称 有两人在袭击中受轻伤 哈马斯周一向特拉维夫发射了火箭弹 迫使以色列人躲进防空洞 一年前的这一天 该激进组织发动的袭击 引发了中东地区一场牵涉多条战线的战争 在哈马斯实施此轮袭击前的数小时 以色列军方表示 为了阻止此类袭击 对加沙地带进行了打击 以色列人周一正在参加纪念活动 悼念哈马斯一年前所发动袭击中上升的1200人 该组织和其他武装分子 当时还绑架了大约250人 其中许多人仍然被关押在加沙 哈马斯的声明表示 他们向以色列的商业中心发射了火箭弹 这是该组织于以色列持续消耗战的一部分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以色列在军事上完胜哈马斯 但是这场战争如何结束 以及能不能结束 目前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说完全用战争解决这种地缘政治的冲突 是非常非常难的 未来一定会走向寻求政治解决的方式 第三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报道标题是 反对派领导人刚萨雷斯表示 他计划返回委内瑞拉掌权 反对派领袖上个月在西班牙寻求比户 刚萨雷斯声称他获得了近70%的总统选票 流亡的反对派领袖刚萨雷斯表示 他将于1月份返回委内瑞拉开始新的总统任期 今年7月 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的总统候选人刚萨雷斯 提供了来自大多数投票站的详细证据 显示他已经70%的选票获胜 上个月他逃亡西班牙 称自己在被迫签署的一项 承认马都罗为获胜者的信后 才被允许离开 我获得了近800万委内瑞拉人的支持 他们于7月28日选举了我 刚萨雷斯在西班牙 加利西亚的一次民主大会上发言后说道 我将于1月1日宣誓就任 委内瑞拉当选总统 这位75岁的反对派领袖 躲藏在加拉加斯的西班牙和荷兰大使馆后 在马德罗里寻求比喉 马都罗一直在镇压反对派 目前任有近1900人被关在监狱里 其中包括150名政治领袖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有一个观点向网友分享 这个逃亡的这个钢萨雷斯 自己签了证 然后带着一家老小 在西班牙过美好的日子 那么现在呢 又在西班牙进行这种啊 演讲 LT感觉呢 这个越伪了越拉的这个民主自由啊 相距越来越远 他就像是流亡的政治人物 为了保持声量 保持热度 吸引更多的人的这样一种啊 援助 他如果真的是有那个意志的话 你为什么等着10月1 10月10日 而且事实上 他并不是维利维拉反对派 主要领导人 他只不过是主要领导人 被马杜罗禁止参加总统竞选 他只是一个代表而已 即便是作为一个代表 他没有选择留在这个维利维拉 维利维拉大部分反对派 仍然在国内坚持抗争 他是一家老小人 人家签证 投降 那么现在在西班牙安全地方 又在做这样一些演讲 所以这就是民主运动的复杂性 第四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经济学人的报道 标题是 如果税收增加 七分之一的英国公司会考虑离开 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 面临税收计划的压力 一份民调结果显示 如果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 本月稍后的预算中提高起税收负担 七分之一的英国商界领袖 将考虑将公司的业务转移到海外 调查结果显示 商业领袖们对工党政府 对经济的影响 更有可能持悲观的态度 民调发现 46%的人对工党处理经济问题 是持悲观态度 而37%的人是持乐观态度 这项调查只是凸显 里夫斯10月30日预算中面临的挑战 他致力于填补英国公共财政的漏洞 同时努力鼓励成长和投资 人们对他将提高资本利得税 财富税 财产税的预期 恰逢消费者信心受到打击 以及超级富豪警告他们 即将离开英国 那么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 与网友分享 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以后 他们希望能够重振英国的经济 那么工党本身 他是偏左的 所以他也很容易选择增加税收 这个与保守派 历来是鼓励小政府 历来鼓励减税 这个完全不同 所以英国企业 这种抗拒 是可以理解 可以想象的 但是会不会有这么多的企业 会离开英国 这个值得我们观察 同时这个调查可能也值得 英国执政的这个工党 可能需要高度重视 第五条 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彭博社的报道 标题是 香港最大的开发商 一天 折价出售了 204套公寓 报道这样描述的 香港新鸿基地产 首批专案 204户 全部售出 出售价格 比附近的新项目低 20% 据开发商的代表称 位于香港前机场 启德区的天狱项目 所有204套 可供购买的房屋 已于本周末售出 该开发案 共有906个单位 首批公寓预约的售价 比附近的新案 低20% 尽管香港最近降低 抵押贷款利率 提振了市场情绪 但房间的开发商 仍然面临 因房屋供应过剩 而面临的充满挑战的前景 根据彭博社资讯报道 这迫使建筑商降价 以减少积压的房产 积压的房产数量 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水平 从而限制了市场的大幅反弹 那么对这个新闻 LT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 你看从这个新闻 你能看出来 这次中共刺激政策当中 提出来一个目标 是稳定房地市案 所谓的稳定 它是要阻止房价的进一步下跌 那么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政策环境 政策预期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新鸿基的这个做法呢 他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判断 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变化的一种参照 因为开发商 他对房地产市场是最了解的 他看到了这种政府的刺激政策 看到了这种市场的未来的情况 但他仍然选择降价20%销售 这个可能就像中国的属于春暖 压先知 所以开发商对于未来房价的走势 他并不看好的 尽管有这样的刺激 那样的刺激 所以这个新闻呢 也有助于去判断 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 以及房价的走势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它报道标题是 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超出预期 报道这样描述的 中国央行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 9月份中国外汇储备增长超出预期 为连续第三个月的增长 截止9月底 外汇储备增加了281.5亿元 至33160万美元 而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 经济学家们预期是 33,040万美元 这个还是有些超预期 那么对这个新闻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尽管今年以来 中国的宏观经济 大部分数据很难堪 但是中国的这个贸易顺差的数据 一再是超预期 那么这种外储的超预期 它毫无疑问的 它会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或者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反弹 那么这个可能就给 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 可能就提出一个问题 就对于中国的经济数据 好数据就是好数据 坏数据就是坏数据 当然你可以从政治上 你可以理解 这是个假数据 或者这个只是昙花一现的数据 但是你要作为一种 市场的参与者 经济的观察者而言 你可能就得接受 好数据坏数据 否则的话会影响你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 第七条 与网友分享经济学人今天的一个报道 他很有意思 他有助于我们了解今天中国的市场 他也有助于了解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出现通货紧缩 就经济学人 他通过在中国的调查 他选择了牛奶市场 这个未必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就很清楚 实际上 因为中国自大 他的经济活动的复杂 并不是每个个体能够完全感受到的 经济学人他这个他也是在中国做了大量调查 才形成的这个报道 他报道的标题是 为什么中国充斥着不需要的牛奶 或者说你用更通俗的话来翻译 就是为什么中国牛奶过剩 他报道开始这么描述的 说中华民主的健康发展 国家强盛 不可或缺 就是牛奶 这是中国国务院的文件 对牛奶的重要性的一种表述 官员们发起了一项 促进国家乳制品产业发展的运动 而且还把这个运动上升到国家安全 就国务院希望通过减少对进口牛奶的依赖 来促进中国的粮食安全 同时 他们希望中国人通过食用更多的含 负 蛋白质 钙的乳制品 来让人民变得更健康 官员们向农民提供了补贴 以增加他们的牛群 并敦促国家宣传人员 培养中国的国民消费乳制品的习惯 前中国总理温家宝甚至指令牛奶要进学校 去年该国的乳产品量为4200万吨 提前两年超过了政府的目标 但是大众还没有爱上牛奶 中国人每年平均消费乳制品仍然只有40公斤 这是全球平均的三分之一 不到中国卫生部门建议的40% 由于产量超过消费中国的乳牛充斥着不需要的牛奶 因此2021年8月以来他们被迫将价格降低了28% 就牛奶降价 到今年9月底一公斤的原乳平均售价3.14元 这低于许多农场的生产成本 大多数公司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在亏损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需要消费更多的乳制品呢 因为你还没有达到中国政府计划的每个人消费的量 甚至比全球的平均水平还低三分之一 就你没喝到位啊 为什么又出现过剩呢 你看这就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金学人他是这样来分析的 他说首先许多人基因上倾向于对乳糖的一种不耐受 就中国人的这个体制 他不吸收这个牛奶 所以党说应该多喝牛奶 或政府应该多喝牛奶 但群众经过实践之后呢 他不这么认为 所以这个就是政府规划上有点脱节 在蒙古草原等游牧民族长期放牧的地区之外 乳制品并不是中国传统饮食的重要部分 19世纪一些中国人对来访的西方人对牛奶的热爱感到震惊 当时一位美国传教士写道 在许多地方我们饮用它 并用它做饭的做法 被认为极其厌恶 被中国人厌恶 如今中国的父母更有可能告诉孩子喝牛奶 乳制品公司赞助该国的奥运会的运动员 但乳制品尚未成为主食 中国人的消费主要限于牛奶和优格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经济学人他就分析 由于经济不景气 及其对收入的影响 中国人目前购买外国食品的可能性比较小 同时婴儿潮减少了对婴儿配方奶粉的需求 所以他如果这个过剩第二个原因 就是人们钱少了 同时现在人口出生率也低了 就新生婴儿也减少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造成过剩 那么第三个他就很有意思了 他说往常中国过剩的产品 他们都有办法出口 但是唯独牛奶 中国的牛奶出不了口 为什么牛奶出不了口呢 相信网友们都很清楚 因为中国的牛奶啊 什么三聚清安一满全球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那个牛奶啊 毒牛奶毒奶粉不能喝 所以说其他的过剩产品 中国人都有办法卖到全世界 唯独这个牛奶他卖不出去 所以这三个方面原因 导致了中国牛奶的过剩 或者他也是一个经典的通货紧缩的状态 就你看生产越来越多 价格呢也越来越低 结果呢导致人们的买的还越来越少 越来越卖不出去 所以经济学人呢 他还是有水平 他用牛奶这个做案例的 来解析中国的通货紧缩 因为通货紧缩是经济学概念里面呢 最难理解的 所以这个文章呢 可能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通货紧缩 最后我们再来一起了解 有关中国牛市的最新的信息 就中国这一轮的刺激以后形成的这种牛市啊 已经超越了股市 超越了经济 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政治经济的一个重大事件 所以习主席这一次啊 他确实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四个方面 最新的有关中国这次牛市的最新的信息 第一个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标题是中国国家发改委举行简报会 投资者关注刺激措施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周二举行新闻发布会 邀请四名中国国家发改委的主任进行相关信息的说明 投资者期待习近平主席采取更多的刺激措施 在中国领导人表示希望遏制中国经济成长放缓后 经济学家和交易员正密切关注更多的政策措施 就在中国为期一周的11黄金周 之前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刺激措施 包括降息增加流动性 以促进银行放贷 以及承诺提供高达34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股市 9月下旬以来 随着政策支持从政投资人的信心 中国股市大幅上涨 恒成国企指数近一个月涨幅超过30% 但考虑到中国之前已经出现过几次错误的曙光 包括2月的一次反弹完全失效 人们越来越担心这种反弹能否持续 尽管中国国家发改委的通知没有提供简报的细节 但分析师对北京扩大公共支出 作为其刺激计划的一部分的预期不断上升 华尔街日报引述 摩登斯坦利的分析师报告称 国家发改委可能会在吹风会上 公布第一批预期2万亿人民币的财政方案 他们表示 该措施可能包括支持地方政府融资 基础设施建设和适度提振消费 花旗集团预计财政方案规模为3万亿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措施是否会在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但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地方政府支出 福利消费以及银行的资本重足 中国面临的挑战非常大 所以任何一点小事都会有所帮助 这花旗集团新兴市场主管对华尔街日报的一种表述 他还说你只需要对政府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你的预期有更多支持 这至少可能有助于改变情绪 那么对这一条最新的信息 LT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因为在十一黄金周期间 我们不断在分享国际主流财经媒体对中国这一轮牛市走向 以及中国政府政策的走向 不断有一些新的信息在发布 不断有一些新的评论在与网友们分享 相信网友们都知道 目前从国际舆论来看 在结束黄金周之后 他们最希望知道是两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是全世界主流财经媒体都在等 中国有关方面公布十一期间中国的消费数据 因为这个可以检视刺激政策对市场的反应 对中国消费市场的反应 第二个市场最关注或者最想知道的是 彭博士华尔街日报透露的 两万亿也好三万亿也好 究竟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落实 就最想知道这两个信息 那么周二中国国家发改委 他们会不会讲这两个方面呢 当然会有可能 但是LT感觉呢 黄金周的数据啊 应该是中国商务部应该发布的 但商务部他没有出现在这个记者会上 两万亿三万亿啊 应该财政部来具体解释 当然中国国家发改委 他站在更宏观协调这个立场上 他也有资格来解释这个 但是财政部没有出现 这个还是让国际财经媒体 有一点点失望的 所以这是一个分享 第二个观点分享的是 两万亿也好三万亿也好 指的是什么内容呢 指的是长期特别国债 那么长期特别国债 是不是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说了算呢 不是 这个必须要经过中国人大研究批准 所以说如果是发布这个消息的话 那也应该是人大来发布 所以说这就给结后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市场的预计可能就要打一个预防针了 你可能不能够有太高的预期 你首先是他突破不了两万亿或者三万亿 而且两万亿三万亿呢 中国的媒体并不是很清楚的 是中国官方把这些信息 先透露给这个华尔街日报 彭博社 通过出口转内销 中国财经界才知道两万亿三万亿 你即便按大数价三万亿 他真正刺激的也只有一万亿 因为三万亿当中 其中一万亿是给银行增加资本金 为什么给银行增加资本金呢 因为房地产危机 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已经破产了 所以就形成坏仗死仗 坏仗死仗一多 就导致银行不能够正常经营 那么必须要增加这种资本金 这个没有任何刺激作用的 它就是为了解决银行不破产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一万亿 第二个一万亿呢 但是解决地方再崩盘的问题 这个也只是借薪还救 还在中共银行体系内运转 这个也谈不上刺激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一万亿才与刺激有关 第三个一万亿两种用途 第一个用途是 已旧更新 已旧换新来刺激消费 第二个用途是给多子女 家庭生活补助 所以周二中国国家发言委 能不能把这一万亿说清楚一点 可能对市场都是一个提振 当然不排除国庆 齐天习主席听到海外的一些舆论的压力 又突然增加剂量 但是这种概率可能会比较小 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把这三万亿两万亿说清楚都不错了 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最新信息 这是彭博社今天的头条的报道 他报道标题是高盛称飙涨的中国股市可能再上涨20% 就目前中国A股上涨了20% 因为预约的国庆节它中断了 如果不是国庆节 中国的这次反弹可能也会到30% 那么香港股市是反弹30% 那么即便在未来几天 中国股市再涨10%到30% 那么高盛判断了 他还有15%到20%的上涨空间 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高盛集团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增词 因为该公司加入了乐观主义者的阵营 并宣扬北京的刺激政策的正面影响 高盛策律师报告中写道 如果当局落实政策措施 追踪国家股市的指标可能会再涨15%至20% 这份报告还写道 最近的刺激计划让市场相信 政策的制定者更加担心 采取足够的行动来遏制经济增长的风险 随着人们越来越预期一度低迷的股市 终于走出困境 北京方面的刺激计划引发了汇丰控股 贝莱德等华尔街重量级公司的一系列评级的升级 沪生300已从9月触底的低点上涨了27% 交易员将关注该指数是否在周二假期后继续上涨 高盛将MSCI中国指数和期准的沪生300指数的目标分别上调 84点和4600点 这意味着回报率比目前的水平提高15%至18% 尽管如此 高盛仍然对潜在的挑战发出警告 包括财政刺激力度弱于预期 获利了结 以及美国大选和关税风险 高盛团队是去年11月下调了香港上市的中国股市的评级 理由是获利成长温和 那么对于这个报道LT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 因为我们面对一个客观的市场 谁也不是神仙 谁也不能够料事如神 所以对各方面的信息 我们还是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来了解 那么最终形成判断是需要自己啊 对各方面的信息综合了解之后来做出判断 那么高盛提出中国的股市 这个牛市呢 还有15%到20%的上涨空间 LT感觉呢 这个不太离谱或者不太过分 因为大家从网上都可以看到 上海一些股民已经喊出来 到1万点去胜利会师 就说这个啊 股民的这些心情和愿望呢 他不是预期15%20%的上涨空间 他是预期还有200%以上的上涨空间 所以相对而言呢 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 还是值得大家来关注 当然他也提出来警告 就高盛这个报告啊 就如果出现四个方面的问题 这15%到20%都保不住 就有些股民呢 或者有些网友啊 就像小孩让的 他只愿听对自己有利的话 对自己不利听不进去 你看高盛他这个报告说 15%到20%上涨空间 但是有四件事发生 15%到20%都保不住 哪四件事 第一 中国官方向华尔街日报透露的 3万亿财政刺激措施 不对限 那你这个就保不住 这个上涨预期就保不住 第二呢 是中国的投资者也好 国外投资者也好 不看好你的未来 人家获利了结 纷纷抛售 如果出现这种 跟风式的这种获利了结 那你也找不上去 第三是美国大选 第四是关税的风险 如果美国政府又出台 针对中国的一些关税 所以说这种分析方式 还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 当然有很多网友 也会讲这种观点 哎呀啊 巴维特不过如此 高盛的总是不靠谱 要持那样一种判断的 那也是一种存在 第三个最新的信息呢 值得大家了解的是 巴伦周刊 他发表的一篇文章 巴伦周刊呢 是华尔街日报体系的一个 更专业的财经媒体 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又有很多新的网友 关注这个频道 那么像这些新来的这个网友 表示欢迎 同时也做个简单介绍 就我们这个频道 主要还是分享信息 昨天有几个新网友就提到说 哎呀你这个LT啊 没有组件的 或者是你没有观点的 你这个老是说人家的报道 你没有提出自己看法 哎 这个就这个频道的 一直坚持的一种观点 向大家提供啊 最新的信息 最权威的信息 而且老的网友可能都知道 LT分享的这些信息 大部分都是收费媒体 因为LT出工作原因 订阅了这个几千美元的 这个高水平的这些媒体 哎 利用业余时间向大家来分享 这些最权威的一些信息 那么有时候呢 也会在分享信息之后 简单谈论一下LT自己的观点 但是一再声明呢 大家主要还是关注这些权威媒体的信息 然后你自己去判断 不要受LT的这个观点的影响 因为毕竟每个人的判断能力 是有限的 特别是LT个人水平 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焦点放在分享这些权威媒体的这些信息 巴勒周刊报道的标题是 中国股市涨势能否延续取决于政策的细节 你看他这个判断呢 他就提出了他的一种判断中国股市牛市能走多远 还能涨多高 他提出一个思维方式就取决于习主席开的药方 习主席用的剂量 他这样描述的自9月中旬以来中国股市在不到三周时间里上涨了35% 但涨势想要维持投资者现在需要看到中国政府提供振兴计划的更多细节 因为24号的这个三大金融巨头宣布的一些政策也好 政治局26号做出一些决定也好 很多是原则性的 甚至有些原则性的东西中国媒体都不清楚的 就中共他只向海外的这些大财经媒体做了一些透露 那么这些透露的这些可能的刺激政策能不能兑现 这个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 因为中国政府在之前也有些他宣布的可能的刺激政策最后没有兑现的 发表周刊继续描述 中国股市上周因国庆休假休市 本周二恢复交易 投资者正静观中国政府鼓励民众增加消费的承诺 能否在假期里切实实现 以及这能否在假期结束后引发更多的变化 尽管市场大幅走高 基金经理和经济学家仍然质疑中国政府能否阻止已经形成的经济恶性循环 一个担忧是中国政府正在谈论的措施 包括大规模的刺激支出 对于解决阻碍中国中长期增长前景越来越多的结构性挑战可能帮助并不大 但即使那些担心中国经济增长下一阶段的人也指出 这一系列的努力标志着一种变化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称 这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信号 表明他们明白经济正处于危险的边缘 中共高层已经关注到通货紧缩的问题 他们明白通货紧缩会导致负面循环 就这段描述是被很多网友忽略的 就习近平为什么要刺激 为什么突然到现在要刺激 你看从去年的6月份 国际财经舆论就认为中国有明显的通货紧缩的状态 但中国政府不承认 最可笑的是去年8月 中国央行的行长潘光盛 信誓旦旦宣布说 中国下个月通货膨胀就会转正 就会结束这种通货紧缩 但是自从潘光盛去年8月讲那个话之后 中国通货紧缩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通货紧缩是经济 宏观经济当中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呢 因为它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就人们对未来预期悲观 导致消费减少 消费减少呢 又会让产品的出现一些过剩 那么产品出现一些过剩 有一些生产者为了生存呢 他们不得不提供价格更低的产品 来进行竞争 那么这种价格更低的产品竞争 传递给消费者的信息呢 是价格还可能下降 那么消费者的这种预期又传到生产者 生产者就用更低的价格再来进行恶性竞争 那么这样呢 就会让产品越来越过剩 价格也越来越低 同时消费者呢 越来越没有这个消费能力 或者不愿意消费 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 所以巴林周刊他认为 这次的刺激是习近平 他终于感受到了这种恶性循环 是靠他那个小嘴 忽悠是忽悠不过去的 他必须要拿一些 增金白银的政策来扭转 阻止这种恶性循环的进一步发展 所以说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呢 他认为这个政策啊 效率有多大 是一个方面 他们感受到受到鼓舞 或受到欢迎是 认为习近平终于意识到 通货紧缩啊 光靠政治 靠什么经济光明论 解决不了的 必须得拿增金白银政策来解套 所以这个事还是高度肯定 习近平这次的刺激政策的 他这个报告还有一段 很有意思的描述 这个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 来琢磨一下 他说中国普通消费者和私营企业 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 总能为他们做出正确的事 就现在的中国消费者啊 或者我们开玩笑讲的是 这些人民 在习近平的执政的前五年 甚至前八年都还是很相信习近平的 但到今天了 就不那么相信了 所以说 班人周刊的他就认为 判断中国这个牛市能走多远 关键还要看到习近平的政策到位 你光讲口号不行的 报道他进一步描述 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克雷格·艾伦 更关注中国政府支出的去向 他表示 启动结构性改革 建立社会安全网的举措 比如增加养老金 为中国农村地区提供医疗 健康服务 或建立失业保险等 将会受到更大的欢迎 并促使中国家庭 动用他们积累的巨额储蓄 今年上半年 中国住户存款 增加了人民币9.27万亿 一些国际投资者 对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 忧心忡忡 随着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物价下跌 中国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继续恶化 房地产市场也陷入持续的低迷 房地产在中国家庭财富中 占到70% 就习主义说要止跌 房地产市场要止跌 能不能做到 假如在未来的一两个月 做不到 止跌 那么这个信心的崩溃 可能也会抵消 这次的刺激措施 报道继续描述 中国观察人士 正在密切关注一些指标 例如新房购买量 信贷增长 和中国核心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的走势 以评估北京方面努力 是否真正取得成效 你看巴伦周刊这篇报道 就与刚才分享 华尔街日报的这个 报道的这个高盛的这个报告不同 高盛呢 他是有奶就是娘 他管不了那么多 他就判断眼前 这个股市的走势涨势 他认为还有15%到20上涨空间 但是不是永远只是这个空间呢 他只是作为一个短周期的判断 也就是未来一两个月的判断 那么巴伦周刊这篇文章 他就从更深层次的问题 他来检视 这次上涨的动能够不够 以及中长远来看 这些结构性的矛盾 习主席会不会去触碰 会不会解决 这个对未来中国市场的发展 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 我们分享 就今天在中国的财经界 广泛流传的一个 在中国小有影响的 一个经济专家 傅鹏 他在中国社交媒体 发的一段评论呢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你如果要给他这段话 定一个主题 LTE研究来研究去啊 可能呢 他想表达的含义就是 他希望中国的股民 中国的网友要了解 就中共一贯的这种养套杀的套路 或者杀猪盘的这个套路 就是面对这次高涨的牛市啊 这个傅鹏他要提醒 中共一贯的玩法 就中共操纵股市啊 他也还是有他的套路的 我们分享 看傅鹏怎么说的 傅鹏 他在这篇文章 他这样描述的 二十多年来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一定要记住 在中国 居民是随众的群体 经济和市场 两边扭转 决定性的部门 都是政府 那么他描述了 中国每一次牛市 以及牛市转熊的这个规律 他说 每一次中国市场的这样的巨变 就是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中国经济发展失速 就经济矛盾呢 已经到了拖延了 不能再拖了 迫使政府出台救市 你看 015年 16年 他都是经济出现了 什么商品房过剩啊 什么金融危机啊 都是到了 急重难返的时候 政府被迫突然出手 你看 这是 这个剧本啊 每一次中国市场大变 都是这个 第一个阶段 就是这个 政府突然出手 这种突然出手呢 在国际舆论看呢 是迟来的出手 但是对中国的民众来讲 总是一种 突如起来的政策转变 而且这种政策转变呢 中共操作的手法 规律呢 一般都是提前开吹风会 到政府做决策刺激 而且这种吹风会呢 中共它还首先 总是向海外媒体透露 总是先向华人街日报 彭博社这些机构透露 包括LT之前也 也在与网友分享 中国决定 彭博社透露 在一个月以前透露 中国决定对纯粮房的贷款利率下降 所以他这种吹风啊 这种过程呢 就中国的股民感受 不是那么样的真切 因为他这个方式不一样 不知道中共为什么 总是采取这样一种放风 提前对海外放风 然后对中国国内的民众 他总是突如其来的 这种刺激政策 这是第一个规律 第二个规律呢 或者第二步呢 当中共的刺激政策实施以后 市场的参与者呢 就开始评估 这种刺激政策 与市场之间的预期之间的差距 或者说这个阶段呢 就中国的股民也好 中国的民众也好 往往都会有这个规律 就发现 这个刺激政策的效果呀 与党和政府宣传不一样 与市场的预期差距还很大 或者用更直白的话讲 就到这个阶段 市场投资者会感受到 哇 这个被忽悠了 没有那么厉害的政策 这是第二个阶段 那么第三个阶段 就很有意思 就每一次高涨之后 为什么又会出现 踩踏式的股灾 他说这个踩踏性的股灾呢 这个开关也是政府打开的 就当市场啊 疯狂的上涨的时候 每一次疯狂上涨 都会出现股民 不计后果的去高杠杆 就借钱 包括昨天与网友分享 就有的人呢 就开始卖房子去买股票了 那么整个资本市场的 杠杆的这种高涨 又会让政府呢 觉着这种啊 金融风险危机压力过大 那么这种情况下 往往又是政府 首先出来打杠杆 就要求金融部门观察 那边呢 正在豪情满怀的增加投资 突然政府断了后路 要求金融机构去风险 那么金融部门 这个闸门一关 就出现了市场的踩踏性的下跌 所以傅峰说 你看你回顾过去几十年 每一次中国市场的大变化 大上涨 都是这个剧本 那么这个就很令人震撼 就他这种描述 他当然还用了 你比如说 对政府的描述 他用了一个机 英文字母机来代表 他还是比较含蓄 但他这段描述 LT感觉呢 还是有很强的冲击力的 他能够让我们感受到 每一次这种轮回啊 就中国股市异常的上涨 他都是从政府发动炒作 到政府来刹车降温 那么这样一些过程呢 最后倒霉的就是中国这些股民 被养套杀 或者杀猪牌 他就与那个诈骗集团 是完全一样的经营模式 所以傅峰 在人们异常乐观的时候 点出一个中国市场的真相 这个也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 琢磨一下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